阴光大师 他老人家叫我们 那这就是他怎么放下的 他天天想一个字 死 你看他的念佛堂 他官房里面很小的念佛堂 大概只有我这个摄影棚一半大 很小 我去看过 只有一张小桌子 四方的桌子 供了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 就一尊 我看到一堆那台 一个香炉 一个小沁 一个小沐浴 其他就没有了 佛像后面写了一个大字 死 应足自己 教人也如是 叫我们常常想到死临头了 你想什么 马上就要死了 你想什么 这个时候 你要打妄想 还想东想西 你就搞轮回去了 最后一年 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就通到轮回去了 你做个小沐浴陀佛 所以这个时候 念念不忘的 就是一句话 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印足叫我们 我们常常想着这个字 不要害怕了 人家看到这个字的忌讳 学佛的人 看着这个字 提醒自己 警觉自己 这个字就太难得了 我常常勉励同学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都把今天当作我最后的一天 明天没有了 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天 我今天要想些什么 要干些什么 不能再干世间事 而要干极乐世界的事 极乐世界的事能带得去 永恒的 世间事是假的 一样都带不去 你把这个放在心上 你就错了 那这个世间 人也好 好死也好 好死也好 坏死也好 与我都不相干 那应当常坐如是惯了 我们自己才心才自在 才清静 才不受干扰 现在很多人呢 看到我都问我灾难 是真的 是假的 我老实讲啊 这灾难不能说真 也不能说假 这话怎么讲呢 你的心形不善就有 你的心形善 他就没有了 这什么意思 静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响身 那佛不早就给我们说过了吗 说了太多了 这四到零头的时候 他离忘掉了 所以常常也想到佛的教会 一切法从心响身 我们 您的科学家不都叫做我们 灾难来了 怎么应对 科学家教给我们三句话 弃卧阳山 卧要丢掉 要放下 要把善行善行 发扬光大 你看这多好啊 跟佛说的一个意思 第二句教过我们 盖邪归阵 末后一句话叫我们 端正心念 念佛是端正心念 第一阵 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就胡说乱想